姚文智,高嘉瑜破冰罕团结。 绿议员,望姚铁能成钢。 图中央社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发言人红利奇,日前点名同党籍是议员高嘉瑜应退党,高则是建议姚应该辞去立委展现决心。 姚文至今,13日,下午在绿营多名议员陪同下。 与高嘉瑜会面上演大和解戏码,表示要共同努力,团结,打赢北市年底选战。 对此,民进党北市议员张茂南则表示,希望姚文智铁能成钢。 姚文智,高嘉瑜今日下午在多名绿营议员陪同下,进行约25分钟的闭门会谈,会后双方一起发表谈话,高嘉瑜则表示过去的都过去了。 强调对民进党而言,年底选战非常艰困,必须要合作才有可能胜出。 高嘉瑜也认为要展现出明知不可谓而为的精神,才会带给支持者更大力量,让他们认同民进党的理念。 对此,张茂南表示,希望姚文智铁能成钢,也希望他可以了解议员的立场跟民意的现象。 高嘉瑜是希望能让姚文智更清楚目前局势,也希望沟通后能够更好,更融洽,党提名的参选人也能够因此更加团结。 图中央社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发言人红利奇,日前点名同党籍是议员高嘉瑜应退党,高则氏建议姚应该辞去立委展现决心。 姚文智金,13日,下午在绿营多名议员陪同下,与高嘉瑜会面上演大和解戏码,表示要共同努力,团结,打赢北市年底选战。 对此,民进党北市议员张茂南则表示,希望姚文智铁能成钢。 姚文智,高嘉瑜今日下午在多名绿营议员陪同下,进行约25分钟的闭门会谈,会后双方一起发表谈话,高嘉瑜则表示过去的都过去了。 姚文智金,强调对民进党而言,年底选战非常艰困,必须要合作才有可能胜出。 高嘉瑜也认为要展现出明知不可谓而为的精神,才会带给支持者更大力量,让他们认同民进党的理念。 对此,张茂南表示,希望姚文智铁能成钢,也希望他可以了解议员的立场跟民意的现象。 高嘉瑜是希望能让姚文智更清楚目前局势,也希望沟通后能够更好,更融洽,党提名的参选人也能够因此更加团结。 图中央社,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发言人红利奇,日前点名同党籍是议员高嘉瑜应退党,高则氏建议姚应该死去立委展现决心。 姚文智金,13日,下午在绿营多名议员陪同下,与高嘉瑜会面上演大和解戏码,表示要共同努力,团结,打赢北市年底选战。 对此,民进党北市议员张茂南则表示,希望姚文智铁能成钢。 姚文智,高嘉瑜今日下午在多名绿营议员陪同下,进行约25分钟的闭门会谈,会后双方一起发表谈话。 高嘉瑜则表示过去的都过去了,强调对民进党而言,年底选战非常艰困,必须要合作才有可能胜出。 高嘉瑜也认为要展现出明知不可谓而为的精神,才会带给支持者更大力量,让他们认同民进党的理念。 对此,张茂南表示,希望姚文智铁能成钢,也希望他可以了解议员的立场跟民意的现象。 高嘉瑜是希望能让姚文智更清楚目前局势,也希望沟通后能够更好,更融洽,党提名的参选人也能够因此更加团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